我講談判的戲劇不會再在講 不過我現在是委託鄧家基副市長全員附贈 市長現在有人說大巨蛋現在開始秀齒了 然後擔心他會影響到阪南縣 倒是不會 因為村元駿剛過都有通過 那大家擔心這段期間 不過大巨蛋就是太遠雄 就是對大巨蛋的這個管理上 他也是監管制還是會依法去檢查 市長這大巨蛋可以解約啊 人家說可能要到三到五年的時間 那這巨蛋已經秀齒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樓還可以撐這麼久嗎 這個我們也會注意 不過也不會到三到五年 本來可以儘快解決 現在有人說520之後 是不是媒社聯繫會要找這 馬英九來約選 約選他們 你是不是可以講 我不曉得 就是聯繫會那邊 就是說 之後要重啟第二波的調查 然後那個520之後 要找馬英九來約選 我不曉得 因為 那個也是一個委員 委員會也不是市長決定的 但是他們有 就是之前有跟你討論過嗎 沒有 市長說 市長說儘快解決大概是多久時間 這已經有想法了嗎 好 現在問題 這個 這個儘快 這個我們會 都要BEST OK 好 市長現在裡面有一個 就是你們財政部門 內心 現在有人跟他說 因為他之前在中信金 所以現在是傳中信金 要接手機 那跟那個沒有關係 他只是市政的部門 其實他跟這個沒有關係 他只是當我們的部門 因為有時候在跟人家談判 這種蠻複雜的案子 問一下一些業界的經驗 所以他其實他跟這個 但是他 但是我們在跟遠雄談判的時候 他問一下他意見